上之天文 下之地理 我是戴立刚 欢迎收看新闻龙卷风 中日两国位于钓鱼台的事件呢 现在呢 已经是频频在出招了 而我们台湾呢 始终都没有任何动作 总算在今天有动作了 下午的时候从苏澳岗 三点钟的时候 渔川已经开始出海了 渔迷们 为什么那么气愤呢 我们今天要来探讨一下 请到几位来宾 第一位 资深媒体人江中博 一刚 观众朋友晚安 资深媒体人彭华干 一刚好 各位晚安 资深媒体人谢国安 一刚好 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张有化 一刚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谢寒斌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我们可以注意到 在今天下午的时候呢 大家从新闻里面都看到了 渔川开始出海了 我们总算要为我们的钓鱼台 发出声音了 对 立刚 你想想看啊 自从这个日本政府们 把这个钓鱼岛啊 国有化之后 中国跟日本动作频频 可是就台湾唯独是没有声音的 不过今天下午三点 台湾终于有大动作了 有75艘的渔船呢 在南方澳集结 现在画面中观众朋友看到了 他们释放的烟火 就代表他们要出发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一次是台湾近年来 规模最大的登钓鱼台附近海域的一个行动 甚至有人说 它是史上规模最大 好 那他们这次下午三点从南方澳出发 然后呢 预计 凌晨五点会抵达 钓鱼岛附近 浮小时刻抵达 是 大约呢 是24海里处左右 那这是一个关键点哦 因为24海里处 根据以往 日本的好散海上保安厅呢 他们的巡方舰就会出动了 但是结果到时候会如何 这个我们目前还没有办法知道 但是渔船里头已经有人讲出一种声音了 他说啊 作战计划是不能够泄露的 所以到时候他们会用什么样的方式 比方说会不会再朝12里范围绕行 那这个我们一切都只能静观其变 此外会不会登岛呢 你刚会不会登岛 这个也是作战计划之一了 作战计划 所以呢 现在还不能透露 那我们来看这张图 你看从台湾的南方澳出发之后 他们的集结点也就是凌晨5点 在钓鱼岛附近的24海里处 但是他们已经讲了 他们会尽量接近12海里处 然后呢 绕行钓鱼岛一周 绕一圈 这一圈呢 他们预计5小时要绕完 那海巡署呢 也有派巡防舰来所谓的护航 那根据海巡署他们的执法线 大约也就是在28海里至24海里这附近 那如果这个时候日本的海上保安厅有派船过来 那可能也许卡在那 那海巡署的巡防舰是不是也许会再更往前来挺进护航呢 这个目前也要静观其变了 好 那如果他们真的顺利在12里范围绕行一圈之后呢 预计在后天礼拜三 也就是26号 那他们就会上午敌反回到了这个南方澳 就是三天两夜 平常那时候对于这个海域的渔船作业呢 我们的海巡署在做什么 暂定只发现整个画都画到的钓鱼台猎雨 但是呢船根本都没有办法到那里啊 那边范围都是日本人的范围 这次总算出声音了 但是呢刚刚钟伯讲到一件事情 75艘渔船出海 有话 为什么是75艘渔船呢 这个75艘是有玄机的 如果我们只派一艘的话 各位 他用两艘来夹击台湾的渔船 上面又有一架直升机 在1984年我曾经去过钓鱼台 那个时候一艘船都没有 就顺顺利利的走 那第二次是1986年的时候 就有一艘船 盯着我们上面就是直升机 直升机他最喜欢船只 在这个时候进入他的水域 为什么 第一个东北季风 第二个一定颠簸 然后第三个海象不佳 海象不佳 那上面直升机 下面就是船舰的话 那你这一些船一骚的话 你很容易被他驱赶出来 因为直升机下来的风压 就会造成那渔船整个非常不稳定 还有一个他就不让你站在码头上面 因为你站在码头上面 不 甲板上 船手 船手那个方面会非常危险 你随时你会落海 所以当他直升机喷到上空的时候 再加上两艘船舰 他这样子包夹你等于是立体的包夹 所以我们这次看75艘的话 因为我们估计过了 日本大概有120多艘巡防舰 120多艘巡防舰里面 他差不多半数兵力全部都放在所谓的钓鱼岛上面 钓鱼岛就是占定执法区这里 那他这个整个占定执法线这里呢 通常进入28海里 然后进到24海里的时候 他28海里就蓝 所以从这个地方开始就蓝 之后呢 我船舰还是往里面再前进 在那个前进的时候 他呢 就是这里的船会这样过来 这里的船又会这样子过来 当你还要再进入的时候 这个上面就是直升机 那事实上你还没有进入之前 这里还有P3长城那个侦察机 他就会拍船的悬号 就是各位看到这个船旁边都有一个悬号 他拍了以后 他马上输入到电脑里面去 就是说做记录了 你海上保安厅 那当年联合号就是误闯 误闯这个24海里线很多次 差不多20多次 所以日本那次才把它撞成 所以75艘 就是台湾的75艘渔船 还有核心舰花莲 连江台南等6艘巡防舰的护航 大概它护到28海里 那75艘的话 各位算一算 两艘 要夹击一艘 要150艘 所以驱逐 它的驱逐艇没有用 那8架直升机对于75艘 没有赫制的作用 因为它从直升机上丢水泡那些 还有西山你要拍这75艘的渔船 是有困难的 所以这是日本台湾 那中国呢 很有趣哦 中国现在在看台湾的表现哦 为什么 中国所有的船只 你看 它的海测船 它的海测船 大概距离在30海里的地方 嗯 好 它的海间船呢 不 它的海间船在30海里 它的海测船 就是渔政船啊 就是311 311洞 201 202 203 204的 在30海里 那两艘江凯吉的 各位晓不晓得 在130公里以外的地方 所以中国大陆它谨守30海里的线 那现在就看台湾的表演说 如何从28海里进入到24海里 再进入到12海里 还有各位 你要判断它登不登陆 你要看船只到达钓鱼台的时间 因为通常如果是晚上登舰的话 晚上登舰 大概天明时分 就会到达钓鱼岛 你到达钓鱼岛 你就有时间 因为从6点钟到下午4点钟以前 你都有登岛的准备 嗯 我有一天的时间可以准备要登岛 如果是早上6点钟起航的话 你下午差不多 变傍晚了 对 变傍晚 谁敢登岛 所以我提供一个小小的讯息 供各位参考一下 他们会不会登岛 就用时间来推算 大致不差 听到有话把这关键时间点都给讲出来了 但是这一次呢 说登岛呢 会不会是在一个计划当中呢 是不是在计划 我们只能够推断 因为这是高度的作战机密 但是 各位晓不晓得 如果你真要登岛的话 一定要有所谓的挖兵 那这种挖兵通常是台湾退役的海龙部队 海龙海礁部队 不论是从航道 从挨壁 它下面一定要有两三个叫海龙挖兵 它一定要在下面保护你 如果是我们自己这样子闯的话 下面没有人在那边护卫的话 一定会发生生命的危险 因为底下的岸礁呢 对于我们来说刚到的渔船 并不了解整个钓鱼台海面下的情况呢 但是啊 渔民真的很可怜耶 到了那里啊 被日本呢 海上保安厅用水炮打 用漆弹射 结果呢 船根本没有办法到钓鱼台海域作业 那说好听还是什么 我们的海战定直发线 但这次总算要出海了 可是有一点哦 还有一个人在阻挠 谁在阻挠 立冠我告诉你 你讲的完全正确 这件事情本来早在八月中 宜兰的渔民就是要去 我们就是要什么 今天渔民出海要的是什么 要的是生计啊 大家要想想看啊 他们这些渔民已经隐忍了多少 五十年以上啊 你知道吗 从民国五十年代就开始忍耐 日本海上的压坝行为到今天啊 所以今天渔民是一把火啊 有这么多船出去 而且我跟各位讲说 他们要出去之前 还因为经费不足啊 我们把时间拉回八月中 其实那个时候有一艘 中港台的保钓船 叫启封二号 他们要到八月十五号 他们要去钓鱼台那边宣誓 这个是中国的 对 宣誓反正就是说三个地方 三地一体的一个活动 那时候还带着中华民国的国旗上去 对还带着国旗去 OK 结果你知道吗 中华保钓协会 因为我们台湾是最靠近 那当然要送这个物资 给这个启封二号补给 对不对 这人之常情嘛 结果他们要出发之前 你知道吗 这个中华保钓协会 要租一艘船 结果那个船长临时说 我不去了 我不去了 为什么 海巡署来电 海巡署来电 请问你在这些保钓人员是要去干嘛的啊 海巡署啊 中华民国海巡署听好 然后他说 如果你是从事娱乐海钓活动可以 但如果你要从事其他活动不准 除非你有渔民证 这是日本的美日新闻披露的 8月15号的时候 启封二号要去 结果被海巡署的一个软钉子给 驳回去 给丢回去了 害得你知道 害得启封二号 没有补给物资 因为从香港去的嘛 你知道吗 就没有补给物资 后来还是绕倒一圈就回去了 所以我现在讲这个前面的小故事 什么意思你知道 谁在阻挠 回忆你刚才讲的 是谁给海巡署这个秘密的 也不算是正规的指令 就是说 哦那这个保钓人士 那这个也去钓鱼可以啦 但是要从事保钓行为 不准 你知道海巡署来讲 但是后面谁是那个黑手呢 当然是政府啦 当然是政府的 而且是政府最高层 我就直接挑明了 就是你马英九先生 你为什么阻止这件事情 OK好 这事情过了之后 我们来看今天的活动 今天活动要特别讲 为什么 这七十五艘渔船 到了前天要出发的时候 没钱啦 多好笑 我讲笑话给你们听 宜兰县长林冲贤说 要补助五百万元油钱 这个我们可能宜兰县府 是有问题啦 不过你们要跟中央 申请预算的话 那我当然乐见其成 你看 今天你们渔船要到现场去 宜兰县政府他很穷没有钱 这个时候企业家跳出来 也就是旺旺集团 旺旺集团的董事长 蔡先生 蔡衍明先生 他这次 他听到这件事情说 没有钱 他讲一句话 台湾人不能够花钱 钱不是问题 但是要注意安全 他就是意思说 说你们去 我钱马上汇给你们 五百万 五百万的加油钱 今天才能促成这一次 75艘渔船的大规模行动 这是启封二号 就是我刚刚说的那艘船 后来他们就回到台湾了 他接到我们这一次 那我们还要看说 前几天 大汉711号这艘船 这艘船也是另外一个 非常有guts的例子 为什么 大家知道这艘船 那个时候大家看画面上 其实这艘船我们当时就觉得 好像不像是渔船 对 他不是渔船 他是大汉海事工程的 的什么工作船 一艘工作船 对 那他的董事长叫什么 叫黄竹 他自己一个人带的员工就跑了 自己跑去你知道吗 跑去 跑去钓鱼台 纯粹就一个星 爱国星 他就这样自己就冲了你知道吗 而且他讲 我这艘船五百顿 日本同级海上保安厅舰艇舰艇 也是五百顿 来弄跨买这个五百顿的东西 看能不能相撞会有什么结果 我不怕你们 结果你知道 他这次其实很危险 我们这次没有画面 但日本保安厅一直有拍到 他到他接近到哪里 接近到钓鱼台 已经到了二十二海力以内了 你知道吗 四艘保安厅的船围起来 然后呢 P3C跟直升机都出动了 所以这艘船 海上保安厅的船已经到他面前一百公尺了 他还整整把这个岛绕完了 他还对日本船呛吓说 我不怕你们 我们来撞撞看 看谁倒霉 钓鱼台是台湾的 所以我刚才讲上面这两个例子 就是告诉各位观众说 你到底政府在办什么事情 有没有行动 渔民今天出海 渔民展现自己的自发的行动力 那政府到底在做什么 原来阻止我们渔民出海的 不只是日本人 连自己的政府都阻止 想想看 马英九 你的博士论文写的是什么 你博士论文写的内容就是 钓鱼台的主权 但为什么你现在的作为 这么的软弱呢 韩冰 其实我们马政府也是一样 有进行过一些行动 大家也不要忘记 第一个 我们举办了什么东西 我们举办了 那个 要考虑发行钓鱼台的专属邮票 发邮票 对 那听说目的就是说 要发邮票寄到 宴一姓寄到日本去 大概除了把日本邮差累死 大概还要让日本邮局钻死之外 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其他功用 我就搞不太清楚 那第二个呢 我们就是用真文比赛 就大概是要用 就是动之以情的方式 就是文章写得很漂亮 然后把日本人感动 自动主动放弃钓鱼台 大概是这样 那第三个就是呢 我们马总统也是身先士卒 然后到那个彭家宇去宣誓 虽然彭家宇看不见 钓鱼台在哪里 但是 至少他已经跑到外岛去了嘛 对对对 他也是去了嘛 有近一点啦 是啊 就稍微近一点嘛 至少50步校也不 但是50步还是比较强一点嘛 对不对 就是这样 所以 马英九是不是完全没有动作了 其实有 但是这些动作呢 日本根本不care 所以你看 之前我们做的这些动作啊 日本政府完全没有反应 他只是在注意大陆方面的反应而已 然后大陆游行士或者什么 他们都很紧张 一直到上个礼拜呢 他也传出来 我们宜兰旅民 要发动渔船群 直接去钓鱼台了 日本终于开始紧张了 结果 他们马上在上礼拜 他们派了海上自卫队的一个少将 来跟我们国防部啊 然后外交啊 国安这些相关单位秘密磋商 目的就是说 希望大家能够忍处理啊 大家不要太激动 至少我们台日之间是相当友好的 我们不要为了这事情插枪走火 你看 之前马政府的所有动作 人家都没反应 结果反而是要我们的渔民 自发性的这种动作之后 日本才真正开始有了反应 那老实说 第一 在我们看来这样政府是不是 很无能呢 其实也不完全是哦 政府在与此同时 政府还做了一件更大的动作 什么样的动作 就是打自己的小孩给别人看 对哦 我不但告诉你 我忍住你 我直接告诉你 谁敢侵犯你日本的权益 我赶快就把他 称除他给你看 168舰队 对 你看张凤强 那个少将 那个 张凤强舰队长 他就是因为 那个战术演习的时候 他当然他有跨出 那个战术原先的训练区 接近于那国岛那个海域 但是他是在公海上面 所以 所以他本来照理来讲 他是五派通过的 那顶多我们内部 因为在海军内部 在伦理上面 也有一些讨论的空间 有一派认为他这样做是有错误 另外一派认为他这样 只是战术的灵活运用 也不一定是错的 然后最好笑的就是 这一次日本派的 这个海上智慧队 这个少将来 他也特别去为了这件事情 询问我们的国防部 跟外交部的官员 那个张凤强 为什么要去陈阻他 我们日本 虽然我们有派批三夕去监控 没有错 可是我们认为他无害通过 我们也不觉得他怎么样 他也没有侵犯到 我们的任何权益 你们台湾为什么 动作这么大条 这个对我们示好 我们都有点不太好意思 你们到底是怎么样 所以他们反而很疑惑 你们台湾到底在干嘛 这个对我们好到这样子 我们还有点害怕 是不是有没有 其他的想法还是怎么样 讲到这一点 我就要补充一下了 张凤强这次的事件呢 我们行驶是在 宇纳国岛的这个 外海的公海的海域 还没进入他12海底的领海哦 我们自己 先处分自己的这个军人了 处分完之后呢 如果是在国际法上面 尤其在现在呢 钓鱼台事件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注意到 中国已经跟日本 开始打起国际法 我们在国际法上 何能立足啊 因为国际法上 我们处分了自己 就告诉人家说 这个钓鱼台海域 全部都是日本啦 怎么我们的做事 会做成这样子呢 再想想看 你用温和的渔业谈判 谈什么啊 从1996年到2009年 谈了16次了 谈到哪去了 这三年啊 人家根本不鸟你耶 不鸟我们 我们怎么办 没错 立冈根本就不鸟台湾 各位观众 先看这张图 这个红色的线呢 就是我们的 暂定执法线 注意哦 暂定执法线的意义在哪里呢 换句话说 今天我们的海巡署 甚至我们的国军 只要我们的渔民 或是我们任何人 在这个海域 发生了问题呢 他们我们都可以执行 我们的所谓的公权力 那么呢 大家可以注意这个蓝色的线 蓝色的线就是你的 领海的一个范围 那换句话说 大家可以看到 钓鱼台列宇哦 是在我们的 暂定执法线的范围内 凭什么日本人 今天把这个东西 画说也是我 你不能进来 况且呢 大家可以注意 彭家雨在这边 换句话说 我们现在其实渔民哦 很可怜 这边是龟山岛 这边是彭家雨 这条线 以东 就是这一块区域呢 我们现在 渔船只要一进去 日本人就来了 换句话说呢 你想要到这一块 这条线以东捕鱼 都捕不到 这条线还是我自己画的 事实上就是彭家雨 除了彭家雨 你就不能捕鱼了 那跟各位观众讲 这个地方呢 就是钓鱼台猎雨附近呢 日本可以捕鱼 没话讲嘛 因为他们现在 自己觉得是自己的 再来 中国跟日本签有渔业协定 中国的渔船 也可以在这边捕鱼 好 结果我们不行 我们连这个范围内 全部都进不去 我们还把它自己 画成所谓的 暂定直发线 是海巡所画的 结果呢 一艘船都到不到那里去 一艘船都到不了这边去 根本进不去啊 所以换句话说 日本怎么样 不理你我就是不理你 对不对 就是吃定台湾人 然后你今天如果看起来 态度强硬的时候呢 赶快派人来摸摸头 对不对 大家知道吗 1996年到2009年 总共中日 台日之间呢 有16次的渔权谈判 那么这16次的渔权谈判呢 事实上呢 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 就是谈了16次 什么结果都没有 最后一次呢 本来2009年的时候呢 是要在台北来进行谈判 但是就是因为牵扯到主权的问题呢 最后依然是不了了之哦 所以最后依然是不了了之 所以说呢 其实没有主权 你怎么去谈渔权 这个东西 日本就说 这一块就是我的嘛 这一块就是我的 你台湾 开玩笑 我就已经是我的 你还跟我谈什么呢 要来谈可以 对不对 求我啊 你来求我嘛 对不对 你不来求我 这地方是我的 你要来还要看我脸色 我怎么可能跟你坐下来 对等面对面来谈判呢 所以大家知道 以台日第15次的渔页会谈 为这个例子 那么第15次的渔页会谈呢 事实上是2005年的时候 7月29号 在日本的这个来 这个东京的大仓饭店 来进行谈判 当时台湾来代表是谁呢 是台湾当时的数字代表 许世凯 那跟这个渔页署的副署长 叫做沙智一 那么日本的代表呢 是台日交流协会的理事长 叫做高桥雅二 所以说其实呢 大家可以发现 这些谈判的人呢 他在台面上 其实他没有办法决定 主权的归属 要住这个地方 而且当时呢 发布了四项协议 第一个 台湾渔船有权在日本领海 无害通过 在日本经济海域中 享用自由航行权 注意什么了吗 我们只享有自由航行权哦 你不能在那里作业 我们不可以在那里作业 我们没有渔权哦 所以换句话说呢 这一场会议呢 第一个 牵扯到主权 日本就不跟你谈了 那派出来的人呢 在谈的部分来讲呢 发出的四点 真的是无关痛痒 好像就是高级官员 在查续这样的一个感觉 嗯 对 那所以其实日本人呢 大家可以发现 1996年到2009年 这中间其实前面的15次谈判呢 主要 这个都是前总统李登辉 跟这个前总统陈俊平在执政嘛 那李登辉总统的这个前总统的这个意见呢 我们大家都很明了 他说第二台是日本的 所以日本人当然比较倾向他嘛 对不对 再来 陈俊平总统呢 在执政的时候呢 他其实对保调也是喊一喊而已啊 对 所以其实在日本 碰到这两位 尤其是李登辉前总统 这个态度这么明确 哇塞 那个日本的忧誉分子看到李登辉前总统 这么的礼遇 哇 那当然是非常的开心 所以连媒体 甚至都放出消息 说台湾是不是态度已经有软化 但是其实并不是 因为其实日本呢 在这个部分来讲呢 反正主权你不用跟我谈 鱼权 哦开玩笑 你来你来求我就对了 其他的 我都不会去理你台湾做任何的事情 嗯 若果真的是无外交啊 我们的软弱的态度呢 使得我们的渔民真的很可怜 跟日本这个泊了海上的渔泉 渔民的血泪使 广告回来告诉你